那另外还有什么原因就跟2008年之前不一样呢 就是政府伸出援手说 如果你的确是说负担不了你的mortgage的话 它还有什么有mortgage forbearance program 也就是说的话它可以让那么 就是说政府政府就是说从间接的插手干涉 那就说有银行或者是接待机构的话呢 可以就是说延迟它的这个什么按揭的payment 按揭的payment就是你现在付不了那就不付 那你可以付的什么put a pause 也就是说暂停键 就像你放那个recording那个video一样 你按一下那个pause键就等于什么暂停 你可以定在哪你可以先不付 那之后的你再把它加上去 或者他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option 就比如说银行会跟你说loan modification 那就说你可以稍微修改你现在的贷款 比如说你这个可以延长期限啊 或者是延长期限就可以什么 从而降低你每个月要付的按揭 所以它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能够让这个homeowner能够有机会呢 能够继续住在他现在住的房子里面 然后继续的复按揭 复更少的按揭或者是不复按揭 那这样的话从而就降低了什么foucault 和short sell的另外一个可能性 第三种原因就是说啊 现在的话自从2020年那个就是我们经历过这个 就是说virus这个病毒以来的话 那这个房市其实房价不仅没有说跌反而是大涨 那大家这样的话呢就是他的房子里面的equity 就他现金值其实是已经上了好几个台阶了 就是说像平均来说在美国 我记得是上次是看了折楼的报告是说到就是今年 就今年还没有说去年就今年到今年的10月份左右 那平均的那个那个叫做increase 房价的increase大概是将近20% 那你想想看就20%就今年大概10个月左右的 就20%的increase on the price 那你想还有去年包括今年加起来的equity 它上升了好几个台阶的话 你想如果是说他真的的确负担不了这个房子的话 他的付不了按揭 他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会就是非常简单的选择 就直接把这房子挂在市面上去卖了 他可以他不仅仅是可以 you know就是还掉他的所带的贷款 同时他还有什么还有盈余 还有 surplus 他还有一些equity 还有一些什么cash out 他可以拿到手上的一些现金 也就是说现在的homeowner去卖房的话 他是绝对赚钱的 我不说绝对绝对了 我只是说应该是说会赚钱的 也就是他不会是说under the water 他是可以赚钱的话 那他没有必要去走这个foreclosure 或者short out这个程序 根本也不需要走到那一步去 right 他可以直接上市就把挂牌卖了 那所以说中期这些中上述所有的原因 那这些其实真正来说的话 就是foreclosure short sell 这种机会是真的是少之又少 少之又少 如果你真正要去找的话 那也真的是要有非常大的耐心去找 那客户也问我了 上星期给我打电话说 那我们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 除了我们慢慢去找的话 是不是换一个方向 也许说哪个category会相对来说 更加容易找到这样的机会 那当然有了 那你想想看 那现在如果是说要去找这种foreclosure的机会 那哪种哪种房子相对来说会比较困难一点 或者是他相对来说出来的foreclosure short sell的可能性会比较高一些呢 那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mama pop或者是small business owner 他会投资一些像是duplex triplex这样的就是说双拼房啊或者三拼房 这样的房子的话呢 他相对来说他能够去减漏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一般有这样的ownership这个业主他们一般是什么 是small business owner就是小企业主 或者是mama pop shop比如说皮萨饼店的老板或者是开了一个发廊的老板 他们的话就是说辛苦劳作 然后积攒那些钱就会去买像投资房 就比如说duplex triplex这样类型的房子去做投资 那如果是说你看在疫情期间 那又因为政府保护 他不是有那个叫做 you know就是叫tenant 那个就是monitoring right 他可以不需要交房租 那这样的话就造成了房东就没办法collect他的那个房租去赴按揭 那这样的mama pop shop 那加上什么 因为疫情 他的生意 商店里的生意也不是特别好 就是他的small business 在很大的程度上呢 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没有多少的那个什么 就是可能profitability 他的就收益不是很好 那这样的收益本身就不好 又加上他投资的一些小型的房地产产业的话 又受不上租金 那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 那这样的小业主呢 就是small business owner就会把这个什么 就会就会把这些小这些房产拿出来 就是可能就是under pressure去sell 这样的话有机会拿到不错的deal 那为什么说不会是single family residence 因为single family residence比较好卖 因为什么他的受众人群比较大 而duplex triplex的这样的话 他基本上仅限是什么 是investors相对来说比较多 而是小型的investors比较多 所以说呢 他的受众群体不是那么大 也就是他的pool of buyer不是很大 那这样呢就是supply and demand right 那如果你的买家不是很多的话 就是你的受众人群非常小的话 那是不是你就等于是变成了什么 买方市场了 所以说就比较容易去简陋 我比较容易去negotiate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是需要说 我就是有很多cash idle cash 就是在银行里面park 在那待着 我需要把它去invest 那如果你要是说从这个方向走的话 那就可以找一找比较不错的duplex triplex 从那个small business owner那里 把它可以简陋买下来不错的一些投资机会 anyway那今天的底产故事呢 跟你分享到这儿 如果你要是认为今天的底产故事会给你有一些启发 或者是说有所帮助的话呢 也千万请你不要吝啬给我一个点赞 或者是加关注 那我们下期的底产故事会再见 拜拜